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师傅好 师傅清楚了 您讲 喂 师傅 你听得清楚吗 听得见 很清楚 讲吧 好了 好了 师傅 今天有几个问题 请师傅思维开始 师傅 莲花的业障的大小影响莲花的高低颜色吗 师傅 莲花的什么 就是那个业障的大小影响莲花的高低吗 影响影响影响 100%影响 100%影响 师傅 那您 那就是它这个莲花的那个 比如说它的业障大约是在15的时候 它的莲花应该是在哪层天呢 或者是在什么位置呢 师傅 首先呢 我们人间的莲花种上去呢 它都不是固定的 它在天上呢 只是说 你有这么一个挂了一个号 用现在话讲就要挂了一个号 明白了吗 但是呢 这个挂号呢 就是天上关注你了 帮助你了 你有这个佛缘 你修的好 你以后可以上天 因为这个莲花 这根种在上面了 你修的不好 这莲花慢慢枯萎了 那么就掉下来了 就没了 那么你以后就不可能再进入这个四圣道 实际上莲花一定是种在四圣道里面的 不是天界 它是错离六道 所以非常宝贵的莲花 所以你想想看 人能够消灾避难的话 出车祸啊 什么突然之间 命保住了 你说说看 一般的天界能保住 人界的嘛 对不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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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一样的 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 所以莲花为什么这么宝贝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人不珍惜啊 是的 是的 不珍惜莲花掉下来 很多人就跑掉了 明白了吗 是的 是的 明白明白了 感恩师傅 也感恩师傅 为我们在天上摘下了一朵截拜的莲花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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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师傅 就是最近就是 马上就是接定了 那个年尾了嘛 就是说12月29号 30号 31号 您各21遍离活 1月的1号正好是11月15 完了1月的3号是11月17 在博客上看到了 您说11月的15跟17 这两天可以捏49遍离活 对吗 是吧 对啊 对啊 但是这6天供起来加起是182遍礼佛 这182遍礼佛是对所有的人都可以念这么多吗 还是对您就是说是个别的人可以念这么多吗 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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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觉得自己感觉不好 不能念 有的人就是你看看他倒霉倒在一塌糊涂的人 不能念的 念的更倒霉了 因为什么呢 是的 他的业障激活呀 就是这个问题 而且你如果一天念49遍的话 你必须最好分两三天就烧掉 不是师傅 就是念这个礼佛要是太小房子烧 是吗 这意思是吧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念礼佛的话 你一天念 你不能拖到第二天 啪一下子念很多的 啊 是的啊 明白 那个新同修是不建议就念这么多 是不是师傅呀 绝对 绝对不建议 那师傅就是这182遍礼佛 基本上是说 最少要配多少张小房子呢 这六天 小房子其实49张就够了 49张啊 好 感谢师傅 师傅 白话佛法第六册 第35篇 无相无名 空性了然 有几句话 请师傅开始一下 迷人像闻中求 误人像心而觉 迷人修阴果 误人了无心像 请师傅开始 如果你这个人迷惑 颠倒 对世界上一切都不熟悉 不理解 你这个人 迷人 修阴代果 也就是说你整天 菩萨啊 保佑我啊 让我孩子啊 能够考进大学啊 菩萨保佑我啊 怎么怎么啊 你是不是以为 你现在磕了个头了 中了个阴了 对不对啊 想烧了个香了 你就天天等待着 菩萨你怎么还不给我回报啊 还不让我家里好起来啊 我孩子为什么考不上啊 这叫迷人 迷惑之人 明白了吗 对啊 修阴代果 还有一个 误人 对不对啊 你刚刚说误人 误人师傅怎么讲的 误人是 一个是迷人 一个是迷人 修阴代果 还有一个误人是什么 你刚刚讲的 原话 原话 误人了无心相 误人了无心相 误人了无心 开悟的人 你说说他在心里不着相的 嗯 对不对啊 他不着相的 对的对的 我今天种下阴 我还担心他不结果吗 嗯 对不对啊 你很开悟的人 对对对 他根本不会去担心果来不来的 你今天种下去的西瓜 他能不长出来吗 对不对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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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好 是感谢师傅 师傅 必须读一下 所有的弟子们的心得吧 师傅 您可以讲 在悬疑问答12月17日B节目中 从1分43秒到2分10秒 这不足1分钟的节目 师傅把自己在西西兰奥克兰法会中的一半功德 用来治疗 引发这段时间的咳嗽 师傅说不舍得用掉这些功德 但是因为咳嗽了太厉害 没办法 所以只能用掉这些功德 师傅说的很轻松 但是听着真让人心痛 虽然师傅说的话不多 但是我们能听得出 师傅所需要功德消所悲的业 而师傅一定还有更多紧急的情况需要用功德来化解 所以师傅不舍得轻易动用自己的功德 弟子在这里倡议 所有的弟子们能不能在参加法会后 或者在平时做义功后 除了自己所重要的事情 所需要功德来化解 否则能不能把自己所做的功德主 拿出来一些给师傅 例如5%到10% 大家积少成多 求菩萨保佑我们的师傅 少悲一些业 如果有时因悲业 或紧急的情况 师傅必须动用功德时 师傅也可以 不要因舍不得动用功德而受这么多苦 谢谢你们 喂 师傅 谢谢你们 那师傅呢 跟你们讲 因为你们也不容易 因为个人呢 个人自己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业 希望大家呢 多做功德 自己多有一点啊 那个功德 留在身上 没关系的 你们只要好好的 把心灵法门好好的 这个弘扬下去 好好的念经 你们就是师傅的好孩子 所以师傅啊 并不在乎你们给我 最主要是你们不要退转 好好修 每个人都好了 师傅就开心了 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师傅您一定要一定要保重身体 您的身体数 是千千万万的孩子们 师傅您太辛苦了 真的 因为孩子们 对啊 我现在跟过去真的不一样 我过去呢 有时候看到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师傅一直很不开心 就觉得这些孩子怎么修的这么差 有时候看看这个人那个人好像毛病这么多 现在师傅真的也是很无奈 所以为了保护好身体啊 我还要救这么多人啊 我只能放下 所以我现在慢慢的 我也不跟人家争了 也不去多讲了 因为有些是缘分比较浅了 慢慢慢慢 他功高我慢了 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我就慢慢慢慢只能放啊 对不对啊 你要不放的话 你自己会受牵连的 你会吃很多口的 明白吧 是的是的 因为事实上中国就是古话说 那个有句话是 知父莫若子 知子莫若父 因为所有的孩子都知道父亲 您在全世界背了众生 背了很多很多的业 因为孩子们就希望您的身体好 能陪着孩子们 能茁壮的成长 因为我们 因为您就是拥有最大的福报了 师傅 所以要 其实要每个人都要理解 就像我们理解自己的父母亲 还在的时候一样 真的父母亲走掉了 就觉得哎呀 怎么家里少个人呢 是的 买买东西都没有了 买买东西啊 烧烧饭啊 做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有时候 一个人呢 在的时候他不珍惜啊 等到一旦离开了 他就会觉得 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 我们要学菩萨 要有慈悲心 有时候一个人不能骄傲 骄傲一定失败 过去孙子兵法里面也讲到 哦 这个交者必败啊 交者啊 是的 是的 这个交兵必败 交兵啊 你这个骄傲的兵啊 你一定会失败的 嗯 是的 是的 师傅 喂师傅 你请讲嘛 还有什么问题 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 师傅您就保重身体 好 感恩师傅 感恩观世音图了 师傅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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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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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你好啊 好久不打进电话了 是台湾啊 是啊 好久没打进电话了 哈哈哈哈 你好啊 请讲啊 又来又来打啊 台湾 啊讲吧 没关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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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带文豪啊 嗯 他叫广东话的文字文号 不过 他要不要改变呢 才是一九七七年 土舍的 二一二十一号 哦 他叫带文豪 但是呢 广东话是被叫带问号了 达文豪 嗯 就这什么事情都带个问号 要改的 这个这个这个名字叫了 这个这个名字叫了时间长变傻子了 你问你看看他现在傻不大就知道了 为什么呢 什么东西都有问号 什么东西都想不开 什么东西都解不开 嗯 对不对啊 啊 那这个什么事情 嗯 嗯 哦 他就要改变 哦 他就要改变 要改变 好 要改变 他就要改变 嗯 他等 本节语无名 虚一也非恶 四项无名 必须佛俊 请师傅点化 呵呵 我听不清楚啊 嗯 本节 本节语无名 虚一也非恶 四项无名 亦是佛俊 十项无名啊 啊 啊 本节语无名 本是 本节语无名 啊 本节语无名 啊 本节语无名啊 啊 本节嘛 就是你本来应该觉悟的 你本性当中应该觉悟的 啊 这个语无名 无名就是习气啊 因为我们过去生中带来的一些不好的无名习气 这辈子还在延续的 啊 你看好了 一个孩子生出来之后 并不是每个孩子的智商都一样 从小就可以测试出来的 啊 真的 有的孩子 有的孩子就特别敏感 特别聪明 有的孩子生出来就会哭 其他都不会 啊 他这个 本节是什么 本节是你应该内心深处的东西 无名呢就是你上辈子带来的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要用本节来慢慢的消除自己的无名习气 不让无名来骚扰自己的内心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嗯 我不懂了 有无名呢 就是再来 你觉得无名就是再来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后面他给说一也非二 啊 四向无名必须佛祭 你讲话我听不懂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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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不懂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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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非一非二 啊 他不是这样 他本来就拥有这种东西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嗯 师傅我们的工作后有 底位思想底部已经在去全数 不过因为担心家人的反对不敢 使用去全数 这底位思想虽然还没使用去全数 不过已超过两年没出过 封吃了 请问师傅的底位思想虽然已经全了了没的 全数了 还需要使用吗 请师傅只得给他们开设一避 让他们能夸过 不管使用全数的心理障碍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啊 一个人 如果有愿力 啊 那他的他的这个愿力他会形成他的能量 比方说这个人说啊 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许过愿了 对不对啊 你说说看人家知道了 人家会对他特别好 因为他再也不会做坏事 领导也会提拔他 老板也会喜欢他 对不对啊 如果这个人默默无闻的 他也不许愿 人家老板问你们大家 谁说以后再做坏事吗 他说我以后不做了 啊 那么这个人老板就用他 那么很多人呢 不不讲 不跟老板讲 但是呢 他也没做坏事 你说老板 喜欢哪一个 还是用哪一个 你告诉我吧 啊 其用的 好了 你说 你今天默默无闻的在吃素 你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吃荤 对不对 你没许愿 啊 你说 你今天说我坚决不做坏事了 和一个人说我我没许愿 我就尽量做好事 可能有时候做出坏事 你说哪个人境界高啊 哪个人会得到菩萨保佑啊 许愿的 好了 因为他有愿意 知道了吧 啊 知道了吧 啊 啊 啊 请师父十倍解释 什么是舍利子和摩尼都 请师父开述 关于舍利子和摩尼都的风格 哈哈哈哈 那个摩尼都呢 我在那个白话佛法上曾经讲过 那个舍利子呢 他主要是讲啊 当一个人一生修为非常干净 他一直可以修到 他的脊柱每一颗 每一颗就是我们说后面的脊柱 后面的一根 就是一根脊柱啊 他当中上面有一颗颗骨头的嘛 他修到后来呢 就是完全呢 啊 修的干净的呢 清净无为的 就是完全烧出来之后会透明的 所以人家说佛身上有舍利子 对不对啊 啊 就是这样 实际上呢就是说他 他一生的修为啊 修的非常干净 他的肉身也会有所作为 并不是代表他的精神有所作为 他的肉身也会啊 啊 修出啊 修出舍利子出来 其实舍利子呢 就是代表一个人干净 因为你说长期吃素 他又不吃那些肉 蛇 他在骨头当中 都不会产生一些毒素 啊 而且呢 吃素的人呢 维他命C啊 各方面高 他其实对骨头啊 啊 反而会啊 啊 补充一些盖制 然后呢 让他的骨头非常的啊 挺拔 然后呢 比较干净 再说呢 他一辈子念经修心 菩萨的加持 他的气场流通 他的骨头 等到走的时候 他骨头烧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烧出一颗颗舍利子出来 透明的 所以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很重要 摩尼珠实际上 我只能跟你稍微讲讲 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境界 啊 摩尼珠实际上就是你的本性 本性当中的一个智慧 一个智慧 明白了吗 就是拥有你本性当中的智慧 来消除人间的烦恼 好啦 嗯 我说这样 摩尼珠实际就教一句啦 那肯定的啦 摩尼珠是人间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啊 这个 涅槃之后 所遗留在人间的 啊 一些啊 我们说物质的东西 而摩尼珠是本性 啊 良心 本性当中 产生出来的一种智慧的 啊 把它形成为一个珠子 一样 就走到哪里解决到问题 解决到哪里 解决到哪里 就是一种智慧的能量 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在白发佛法 出 在白发佛法 出第五章里有出道 摩尼珠和弥莱战 很想你摆 行师父 这单解册 弥莱战是什么啊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呵 鲁莱是什么 鲁莱是什么 你讲给我听 鲁莱是不是佛啊 啊 是不是佛啊 对不对啊 佛的宝藏 佛的宝藏 明白了吗 啊 啊 明白了 佛的宝藏 不就是跟魔力猪一样啊 明白了吗 啊 嗯 明白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 鲁莱 鲁莱战笑和弥莉笑 请师父 这单情容一下 让我们容易理解 什么 我听不懂 鲁莱战笑和弥莉笑 鲁莱像啊 什么像啊 战 早上的战 啊 鲁莱战 啊 和弥莉笑 无名像是怎么写的 像是怎么写的 像是怎么写的 无名啊 嗯 笑你是 啊 啊 好像很开心笑 对那个笑 笑 无名笑啊 啊 啊 开心的笑啊 嗯 啊 你说你说不明白 会笑不了 人家在讲黄色笑话 他在边上笑 你说这个人 明白不明白了 没智慧啊 没智慧啊 没智慧的笑 你到精神病院去看看 那些人笑起来都是没有智慧的笑的 嘿嘿嘿 你经常看看你有时候 想想笑的时候 你看看你有没有智慧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明白了 我有没有智慧才能 哎呀 你有时候无名笑 你自己都不明白 你就笑了 哈哈哈哈 嗯 明白了 好 请问 师父解决一个梦 各位师兄很发起人 过到一个星期的梦到师父两次 各位师兄在马来西亚法会后 许愿风生毒 事实 让风生实用 不代毒风湿了 然后后不久就在师兄身上发生了很多问题 例如遇到想学 讲想学等等 过不久就发了第一个梦 梦里各位师兄和很多师兄们跟谁师父看了法床 过不久因为各位师兄的很古人迅速都生下 他自己人生败均匀 事实 但口叠得很想很想放弃 这时各位师兄就梦到第二个梦 在梦里师父把一个梦交给各位师兄 这个梦定的含义是表达什么 请师父师队开示后 绝对地鼓励的话 好让各位师兄去世堅实 我呢 首先呢 非常地理解你 你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把这些东西看了练了 所以你这次呢 打经电话的这个国语啊 这个普通话进步很大 标准很多 啊 在你的原有基础上很好 但是呢 因为你问的问题呢 有些比较复杂 啊 讲的话呢 我还是有点听不懂 但是呢 我把听懂了呢 先跟你讲 主要的意思 要鼓励他 他能够梦见师父跟带他上法床 还有很多同修 那这说明他最近修行修得很好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后面我就没听到 听不大清楚 明白吗 哦 哦 没有他说梦 梦道师父把一个锅交给都会吃香啊 一个锅啊 锅是什么锅啊 什么 啊 那种 啊 赌菜这种锅啊 那种包那个汤那种锅啊 啊 锅 不是锅 是锅 锅 一个煮菜汤的锅 啊 给他的锅的话 就是叫他赶紧做功德呀 锅 是一个啊 煮菜的工具 煮了菜之后给人吃的 给他锅就是说明叫他要功功德赶快放进去啊 没有功德你怎么煮的时候煮得出菜出来呢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这个窝 你现在明白了这个窝 嗯 哦 明白了 好了 我问得一个 详百 听到吗 听到 嗯 我问得店主把店馆让给我 我才去上班 店府关元叔 把柜部拆掉 重新建造 业主说要卖掉又 卖掉又 卖掉又生成 这个是我工作状有问题吗 啊 会有点问题 你会工作有点调动 没有什么事啊 没有什么大事啊 你最近比过去修道好 明白 第二个问我 这个也适合店有多案的 我问店对起都店200块 我不要多的搬到一个很远 又或是一个地方去开店 这个是不是我工作有问题啊 如果你现在现有的他 你觉得价钱太贵 然后你搬到很远的 就说明你手中会损失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可能慢慢的可以会疏远 好了就是这样 这个是没有什么啊 我忘记 第三个问 我不要被底下带抽 收藏不可以 你带我自饶手 带我手上找到两包都可以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讲的话我听不懂啊 你讲的话我听不懂啊 我没有被底下带抽他毒品啊 啊 你带我去老手 说你是老手 带我身上找到两包毒品 啊 在你身上啊 那你要被人家陷害了 麻烦了 嗯 嗯 你要特别当心 特别当心一点 嗯 因为做梦做到什么毒品啊 什么不好的啊 就说明有人陷害 嗯 会有人陷害呢 嗯 我没有卖毒品啊 给他带他带我手上打到两包哦 嗯 嗯 记住啦 这个要面什么东西 人家姐姐奏 消灾吉祥奏 姐姐奏各一百零八遍 嗯 好吗 姐姐都一百零八 消灾一百零八 嗯 好吗 嗯 好了好了 明白了 好了好了 哎 才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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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一下 我是一堵墙 还是一束光 你是一堵墙 正好在光的下面 有时候光照进来 有时候这堵墙 把你的光就挡住了 明白了吗 哦 好了 好 明白 再见 再见 因为太大了 啊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